新闻时间 加拿大人权审裁处就本国的原住民儿童 是否遭到歧视问题展开聆讯 有原住民的代表和家长指出 当局对原住民儿童的福利撥款不足 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 林卫森布特 今天作工的一名原住民母亲指出 他的孩子被福利机构带走 令他感到非常难过 原住民议会全国酉长Sean A. Leo 就指出联邦政府给原住民儿童福利撥款 相对非原住民儿童少百分之二 这样就影响到原住民家庭的生活状况 造成有更多原住民儿童 要被安置在寄养家庭 原住民儿童及家庭关维协会就指出 现时要安置在寄养家庭的原住民儿童人数 在40及50年代 送到寄宿学校的两倍 情况不能够接受 而代表联邦政府的律师就表示 政府的撥款政策并没有歧视 新时大警市 林毅三报道 我不停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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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停 我这个农不好 你不是一定要补完美的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 感谢观看